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因為八歲的時候媽媽就過世了 我是老大 底下還有四個弟妹 過期的教育就是 殺一禁白 如果閩南話來說叫做 太假假假 那個猴子不乖我就殺雞給他看 那個猴子好害怕就乖起來了 我就被家裡的阿嬤當作一個猴子 當作那個金營一樣就常常做我 所以我很少在家 有機會就出去 那麼好啦 我簡單地說 我從中學 羅東中學開校的校史 第一個退學的學生就黃春敏 我黃春敏 我把學校的布告欄撕掉了 為什麼呢 把我的補考名單貼出來了 那貼出來就貼出來 因為我昨天再寫一封信給你一生 你今天給我貼出來 太難看了吧 就是 那麼就被退學了 不過現在還好了 都平凡了 現在叫做傑出校友 羅東中學退學 那就家長拜託議員 地方議員就宜蘭縣的偷城 也轉學過去了 一轉學過去呢 诶 讀一個學期又退學了 因為我家裡我跟繼母處得不這麼好 所以就離家吃走 那個時候離家吃走也沒有錢 只有那個中學的時候 有一個叫王先生老師 那個老師有一次他認為我做文不可能那麼好 那時候他 因為我八十歲了 我讀初二的時候 關乎還不久 所以那個時候認為本省的同學 語文沒有那麼順暢 他說以後這文不能抄 要寫好不能抄 我說老師我沒有抄 後來我跟老師幹下來了 我要是再寫一篇東西給他看 他叫我寫我的母親 我就說我媽媽死了 你幾歲媽媽死了 我說八歲 那對媽媽還有什麼印象 我說很模糊 其實不模糊 一天到晚愛黨還會模糊嗎 所以呢 我如果要細數愛黨是很難堪的一件事 所以呢 很模糊 他說 哎 模糊的印象啊 你就把媽媽很模糊的印象也寫出來 結果我就寫了一篇 老實說好高興 哇你真的對作文很有興趣 好 你說我幫你趕 又是第二天他馬上告訴我什麼 村民你過來 各位同學 今天很難得啊 外面有陽光 你們去曬曬太陽 村民過來 我一看啊 作文本這樣寫著看 他已經在他的桌子那裡了 支筆的那個筆記很多 支筆的筆記啊 就是說 在說什麼 嗯 這個不錯 這個也不錯 還有一個 亂七八糟 亂來 就是這樣 我沒有信心 所以我說完蛋了 他一定說我前一篇是炒的 那個是秋天的農家 結果老師到那裡 老師投他起來 眼眶是紅的啦 紅紅的 他笑著說 村民你寫得很有感情耶 那邊真的像作文 不是這麼細數的 我順便說一下 因為 我說我媽媽剛剛過世的時候啊 我才八歲 底下還有四個弟妹 把照顧我們的照顧 都壓在奶奶的肩膀上 所以呢 奶奶有時候脾氣很不好 媽媽剛死不久的時候呢 年輕小的弟弟妹妹會哭著要媽媽 奶奶就說 你女兒就去天上做神啊 要到那裡給她討老婆 當然我不是用閩南話 這樣去拼音寫出來 我就說 你媽媽已經到天上去做神了 我哪有媽媽可以給你 我說我雖然沒有像弟弟妹妹那樣 哭鬧著要找媽媽呢 但是我也會想起媽媽來 當我想起媽媽來的時候呢 奶奶對著弟弟妹妹說 你媽媽已經到天上去做神了 我哪有媽媽可以給你 那個聲音就灌到我的耳朵 我就順便的 特別是在晚上 就頭往窗外看出去 有時候看到星星 有時候看到烏雲 但是就沒有看到母親 就是這樣 老師就說我寫得很好 我後來才想 可能老師才26歲 叫王賢尊 從大陸才過來不久 她也會想起母親呢 說不定她的媽媽也死掉 可能性也都很大 可能性也都很大 所以見景深情嘛 看了文章也想起媽媽 可能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這個 愛原來是這樣的話呢 我現在體驗到了 我80歲 我那麼壞的一個小孩 那麼壞的一個青少年 你看羅東中學退學 頭成中學退學 離家吃著 在禁領戶修理電風扇 很苦 好 努力再去考上台北師範 那個時候 台北師範就是 初患學校 沒有患吃的時代啊 有患吃還有薪水可以拿 如果你一直做 還可以到現在18%還在領 因為這麼老沒死掉 當然我不是詛咒別人 我是說那樣 但是呢 台北師範竟然被我考上了 比台大還難耶 那個時候我讀了一年又被退學 當然這個經過呢 時間太奇妙了 退學了 那時候我趕找陳雪萍介護廳 我不是去告陸狀 今天那個先不講 那個廳長竟然替我起來一望線 給台南師範 我在那裡被留級一年又多讀一年 又退學 但是那個校長因為我寫著傳 又感動了他 所以給我介紹到 叫我試試看 到屏東示範去了 我在講的過程整個都是愛喔 我這個愛很有 真的真的 不是我的愛 不是我的愛 是人家給我的愛 那個愛是很大的能量 各位要知道 因為我們地球 越來問題越多 就是這個愛越來越少了 越淡薄了 能量已經在減弱了 一個這麼壞的房車民 竟然他會改變 你看那個王賢尊老師 是不是愛他 但是他不是說 我好愛這個同學 沒有 那麼自然的 看他有一點什麼 就這樣幫忙他 所以我在 得到第二次的國家文藝獎的時候 每一個奪獎的人都要上台支持 我就準備 要謝謝什麼 謝謝最後謝謝太太 什麼這樣 一上去這些都沒有了 上去呢 王老師 我奪獎了 我差一點哭出來 我記得我們那個老師還在 在哪天上 他有看到我 他說我深深地覺得呢 他幫到我很大 所以沿途你看 那個教委廳長陳血平 就在那個監察院的大樓那以前 在那裡辦公 其實他會不會幫忙我什麼 雖然學校很難去再轉學 他竟然呢 也被我感動了 那簡單地說 我每一層每一層經過的一個老師 他也沒有說我要特別幫忙他 但是他所做出來的東西呢 就是一個愛 那個愛的產生了一個能量 讓那麼頑固的一個年輕人 我自己也不知道 愛的能量讓我變成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最懷念的就是說 因為你們剛才談到青年 我都東中學退學 偷誠退學 離家出所半年 然後台北師範退學 台南師範讀了兩年 又退學 民國四十幾年 還是農業社會的 農業社會最大的特點就是說 人不必要跑來跑去 所有的工作都在自己的村莊 所以以前如果人要出外的 要出瓜 那個是很悲傷的一件事情 隨時一結束了 必須要回家 再去拜託誰都沒有 我就那天沒有辦法搖緊牙關 回家 什麼叫做靜香情趣 在古時候當然騎馬啦 又船啦又什麼 哎呀我回去 我的家人還在嗎 誰還在嗎 誰嗎 是這樣 我不是他們都在 我情趣什麼 如果到了家了 要怎麼 他們問我為什麼回來 所以當火車後 一站一站靠近樓洞的時候 我的事啊 要不要下車 一到樓洞還是下車 是最後一班車 最後一班車 11點多啦 你看 左右沒有人 你看我站在家的門口 左右都沒有看到人 給自己講了一句什麼話呢 好在沒有人看到我回來 我又離開了 因為我門一敲的話呢 我爸爸來開門 啊 為什麼呢 他還在那裡 還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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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如果我後母來開門的話 好啊 這樣也很厲害 比人家人家 有窄到沒有窄 北部窄到窄南部 就這樣的話 我覺得你乾脆就打死我算了 最需要的就是爺爺來開門 不可能他在很後面 我現在才知道爺爺耳背啊 沒有辦法 所以我就到火車站去睡覺 第一班車又回到台南十萬去 暑假還沒有結束 就寫了自傳 十行指寫了二十四面 放在校長室 那個很戲劇性 但不講 後來第二天校長也看到了 朱惠森 他就叫人去找我 他才給我寫了一封信 那 轉學到屏東示範的那個校長給我說 留校查看喔 你不能再換錯 好 還有一個禮拜 你到註措址來註措 我才回家去了 又回家去了 那時候錯都是慢車的 民國四十幾年是慢車的 那個錯窗是這樣打開頭盔順出去 如果你沒有弄好還變成斷頭台 卡 那時候我才真的回家去了 管你我要告訴一下 我現在又轉學到屏東了 什麼說 他罵你就歸罵什麼罵 不管 第二天我就走啦 他就看不到我爺爺 我要告訴他 好了 那我火車也會到 就到車站了 到車站的時候呢 我看到爺爺了 他呢 我一叫他才 喔 阿公 阿公 你來做什麼 我說爺爺 你來幹嘛 他就把他的懷錶拿出來 火車站前面有一個大眾 我來對事情喔 其實他是來送我 你知道嗎 我們 以前阿公也不會像我們現在的阿公 阿公好愛你 不會的啦 愛太太也不會啦 反而又罵你來表示愛 真的以前很怪 我來對事情說 阿公 阿公 我現在轉下去 冰冬舒緩那裡啦 阿公要下去喔 我一轉頭啊 等一下 很兇啊 等一下 我就看他鎖在這裡 這裡擠東西耶 因為以前老人 只要存了一點錢 變鈔票的時候 撿一撿就塞這個褲頭這裡 我知道他要錢給我 阿公阿公不用 我們爸爸有罵 我剛才沒有給你亂開 老公如果要這麼湯 老公也好酒給他拿啦 好感動 那時候呢 我阿公我要來 就進到火車進在哪兒 上去坐下來 還在想 哎呀還好 跟阿公打了招呼的時候 窗子旁邊的夜台 窗外的夜台 有一個人影 一看阿公 抱出來 他又不看我 因為火車的方向之間 他就站著 我就看到他 我把那個窗戶趕快 拉上來 頭就出來 我不能這樣 我阿公 不要站在那裡 你趕快回來了 我趕快回來了 你看 火車如果走 我就會回來了 對 一兩分鐘而已 就接了好久好久 不知道怎麼辦 頭不能縮回來 火車終於動了 我還沒有縮回來 阿公就跟著火車走 火車稍微快一點 他就 火車快一點 手才舉起來 才看我 那個時候 整個阿公的影子 就掉到我一個 眼淚的湖泊裡面 都看不見 模模糊糊糊的 所以 那樣的一個力量 那樣的一個愛 也是很明顯的一個能量 每次我又要堅持 又要打亂 又要換 阿公的手還擠在那裡 一直沒有放 就這樣子 所以 我這個人 黃村民 非常有福氣 被愛的很多 受愛的很多 除了陽光之外 就是愛 我給人家比較少一點 所以 各位真的 愛的力量 非常非常的大 謝謝各位 謝謝唱作劇家的黃村民老師 謝謝